蛤? 錢被人凍結了? 趕著買樓的 怎麼辦? 大灣區買樓最怕匯款的時候 資金被凍結 搞到血本無歸? V家擁有合法匯款牌照 有什麼問題? 100%由V家賠給你 全港18斤分店 超過100位香港經紀 為大灣區置業的香港投資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買賣樓宇服務 有意格 又有幫助力格 首先感謝騰龍青年商會在疫情下 堅持舉辦這個活動 最佳雇員雇主選舉 真是不容易的 給點掌聲 Hello 大家好 我是V家物業聯展中心的Jody Hello 我是灣區博士沈永年 是Jody的partner 是的 我們V家物業聯展中心 非常榮幸可以獲得最佳雇主獎 首先感謝主辦單位 聖龍青年商會 還有一班評審團 對我們公司的肯定和支持的 博士 我們開心嗎? 開心 因為我一開始做生意 我對我的員工大家都有看到 甚至我的員工都像朋友一樣的相處 因為我一直認為我們做生意做老闆 其實你每次請一個員工 其實真的擔當了你整個員工的家庭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打工 他們都真的賺錢回去養家的 所以我們做老闆的話 那就要多些關心他們 以及看出他們 你有一百個員工 等於你在這裡支持一百個家庭 是的 所以我們的公司也都會不斷這樣去 支持我們的員工繼續進修 也都是他們的培訓 也都是非常之 看出他們的工作情況 也都希望創造多些就業機會 對香港創造多些就業機會 也都會鼓勵我們的員工回饋社會 參與多些的公益事務 多謝大家 是的 我們當員工好像家人一樣 員工開心 我和Sody做老闆都開心 那我們的口號就是 有V家就有安樂的家 我們都看到這一間公司對待同事的用心 所以有兩位得獎者 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想知道你們得獎的一些心得 還有你們有什麼想分享 其實我今天都聽到很多的家賓分享 也有很多的老闆分享 其實我都覺得 最重要的重點是 其實真的開心 因為其實做員工 坦白說 我做管理廠 我也是管理廠 有時候見到同事 我也要維繫著團體士氣 老闆當然有一個要求 當然我要轉達下去 跟同事說 要這樣做 當然第一時間他們都會問 為何要這樣 公司為何要有這些政策 等等 假設公司 如果我們僱員 和僱主 就是同一條心 當然你說再開心 當然有人工加 就是薪酬等等 這些待遇都可以 這件事 當然對一個員工的歸屬感是有的 但是除此之外 當然我們都想要理一個 叫做開心的環境 就是氣氛等等 如果同事的時候 每個人一定會 每一天上班 一定會有些 開心事 不開心事 或者是壓力一定有 如果沒有壓力 就 香港人永遠都是最大的壓力 也都是 有一個環境 如果舒服 可以發展到 或者看到有一個前景 其實可能同事 只會開頭 會有一點點怨言 但是做到它 有歸屬感 成功感 其實整隊團隊 的氣氛會帶出來 所以我們做僱員也好 或者僱主 我們經常都建議 最好就是有氣氛 環境 其實令到整隊團隊 大家有開心 就真的會一條心 可以一條心 可以幫助到公司也好 或者大家 其實自己都會 因為僱員自己都會有個人的發展 所以我也很開心 今年可以得到公司 謝謝大家 我反而想起之前 就是跟幾位評審 聊天的時間 他說 大月十分鐘 我們好像談到 不上院 我記得反而是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 我也跟他說 我們有時候打工 反而不是 好像心態 不是打工 做到自己 好像 我想我身邊的朋友 都會說 老闆 你來做什麼 很空閒 有時候 身邊的朋友 好像覺得我是老闆 多些 但有時候 其實心態問題 主要是 你不是想著 我不是 翻九至六 其實有時候 有事做 我都會繼續做 沒有事做 就想事做 就是這樣做 非常有啟發性 我想如果每一個 打工仔 都好像你這個心態 香港應該 就能夠做得到 包卑 好 謝謝 謝謝